与后部的队伍拉开一定的分数差 那这样的话 你后面的两天的比赛 压力就会相对来说少很多 哎 啥情况 你看这右上角小海 这这还没有抢出起来了吗 来了 先看近点 有埋伏 哎呀 甜美 近点 Kopura补枪 那甜美的话 其实近点只有麻烦的就是 你万一第一时间进到房区的话 外围的人牵制到 有些压力 拍肉也是意识到这个问题 如果是近点的人已经倒了 赶紧撤 因为地形有点复杂 就过去接一下 赶紧接 起烟 这辆车绝对不能被打开 完了 要被撿回来了 不止你这混 这是混年抽到了一枪头吗 是的 而且这辆车的胎爆了 一个爆了 节奏大乱啊 节奏大乱 这一步的话为了去救人 然后结果两个人都没了 还是难以想到 就是MCG啊 这个枪械 加上周边一些临近的枪械 点位威力会如此巨大 主要是木子林那一枪头 是要上那个小沟沟里 这边有一个小那个 特别小的 就那个 哎 对 就是现在 雪魔快到了 要不要停车 好像要停了 他们要去那个全眼是吧 对对对 全眼 就是他那个旁边有一个厕所 小厕所 STT又倒一个又倒一个 可能也只剩一丝鞋 他们也想来 他们也想来 结果DTT啊 DTT满边是过来了 DTT四个人在全眼 我这是这样的双人双人配置 对吧 啊 来了 我是我是 我是抢在这个位置 对 我的CTG是小温泉 你这火山口 啊 你这四兄弟 我CG没办法呀 你踩在返协波上面 就可以形成一定的危险 所以说 来了来了 哇 坦克一雷双小 还有 赶紧出去啊 DTT 封一样啊 还在等什么 哇 这边还有队友都没 来不及了 哇 这个是 几乎180 90度啊 90度的一个假屌人 这 这肯定难了 这肯定没了 完了完了完了 看看MCG会不会 留你个 留一个小火苗 不留了 天霸不 天霸不同意 从整体的一个布局来看 MCG是派两个人过去 但万万没想到 这MCG这两个 这么好的点位 是一支队伍 如果是两支队伍的话 其实谁都不愿意 去拉到近点去撑雷 因为有些枪线 还是比较危险的 呃 SMS还是要考虑一下 这个圈该如何去 做一波 竞圈 哦 哇 这这有小鹿 这个应该是 弹无虚发吧 这样的一个距离 弹无虚发啊 我是 我是没想 我就没看懂啊 小鹿 4M两个人站到这个房区吧 对对 他想走 他想走 但是没没意识到 叉叉鹿在那个位置 啊 这个难受 这个太伤了呀 他其实这个方向 你看开车的方向 并没有去到那个 他们两个人站那个位置 而往这个 赌场那个方向开 主要是小明呢 他现在是在电站山上 炮着蓝圈的伤害 他现在在高点位置 离自己的队友太远了 没有办法 哎呀天呗这两个人也难了呀 我打了一个 天 这不想太快去扶 去扶的协同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没办法倒了之后 小羊 这个地方太空旷了 小明 在这边看下呢 有没有撕血 但是尾部的车带怎么办 这能去哪里 这还没钓人 哇这DT应该要钓了吧 你俩已经倒了 这样贴过来一路 进点 SMS RBS也来了 进点 这是 有点乱 看不清 这烤鱼应该是倒了 已经 但是RBS那边也是损失惨重 倒地两个 只剩 厕所的位置 吃的太多枪线了 对 他真的就是特别就是 其他枪线不说 又高 主要是你SMS 贴到你进点之后 你其实没有太多角度 去给你对枪 只能通过 封烟 是吧 才能给你对 鱼人 一滴鞋 还好没有被烫死啊 鱼人混着这个烟 7-5已经倒地 看这个样子 好像是一个一倒 一倒 SMS 为什么 F2要在下面上面 做一波防守 玄子这边是被 鱼人给 反手给 打倒了 T9这个位置 致命啊 T9巨弗完全不知道 T9这个位置 本来是被队友炸枪的 哎呦 谁都没想到 T9一开始 应该是没有露出 任何的信息的 哦 小鲜 啊 这个 武枪 小五枪械伤害 再加上这手雷 的确 没办法 这个重点不能放DT 我觉得 这个重点不能放DT身上 还是要看 特意的MCE的位置 这边如果能抢开的话 后续也还好 就看MCE会不会过来吧 如果MCE不过来的话 那F2M其实就 把DT打完之后 顺势往前推 也是可以的 MCE肯定要去打天堡 肯定要去打天堡 对 如果MCE 真的 人数是一个满边的 一个情况 所以说 在满边的情况下 还是要动用 所有的一个人数配置 去全力防守天堡 小路打了一个脱步口 但是被远处的 幻神 是带倒了 那这个时候 其实有点脱节 越过这个反击波 但是 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这个过点位置 会比较的威胁 留一个 F2M留一个在这边就可以 把DT清完 OK DT清完之后 可以考虑往前压 就是到那个DT的位置 但是这边我觉得 这个位置要千万小心啊 这颗雷 这颗雷 就看见一颗雷了 这颗雷炸了一个 不是 这被车炸飞了之后 撞倒了 然后推倒了 尾神 推倒了尾神 还好 还好 他走了 木子里走了 因为远处有 牛海里枪线 但是 他还好没雷了 这一波要是木子里 手上带两颗雷 我感觉这一波波 也没有送大众 还好 还好 他完全没有意识到 就MTT会从这个满波 直接拉过来 好 牛海比又开始 经典的一个推进的路线 直接从这边满波 推到了 直接把FTY两个人给击倒 是的 但是男的这边也倒地了 不过牛海比 嗯 这边八发子弹 不化子弹吗 这么自信 在这个时候化子弹 哇呀 想想 差点 好在这 换身 换身 牛海比还剩了满边 真的搞啊 但是FM错过了一个机会了 我觉得 这个时间就在错过了 嗯 他现在如果要过来 带车过来的话 还可以 你载去不能用的话 你只能用这个烟道 然后该拉过来 化成一颗雷尸炸倒 杀而鲁宗泉 反手击倒 双方继续能够护导 而这个时候MCG还是来了呀 MCG啊 很快 非常的快 直接从FM的背车压了过来 整体 而且是您会再拿过来的 对的 目前MCG拿到了八个淘汰 这场比赛可以突破十个淘汰 把这几分全部给拿下来 我坦克六杀 远处的骄阳也是淘汰掉 FM最后一人 应该牛海比也没了 MCG这个位置 要吃着篮圈的一个压力 和天路去 对抗的话 有点难 有点难 虽然 人员保持 掉了一个 掉了一个 那三打四 这个车可以用 还有车 对 天霸还有车 刚才炸翻了两辆 还有两辆 是的 这个地理位置 来看的话 天路还三方 牵入到一个战场 这边全都是烟 全都是自立 没有任何的视野 天路继续利用 这个投资部 去逼迫的一个走位 然后造成 在烟雾弹伤中的 一个对你血量上的消耗 天霸这个时候 也已经过来了 MCG没有办法 两边的压力 实在是太浮了 天霸 打了波拉扯 我敢去打波拉扯 这波的这个圈 已经没有 没有给到这一侧了 那这的话回去 这17两个人 在房顶的呀 在房顶的话 可以完全站过来 一个看一看 这边的一个战场 17还是把注意力 放在了近点 但是77已被淘汰了 是的 这个支点被拔掉了之后 那天霸 这个回撤 就很有难度了呀 高点 实际就已经在布防了 复你的枪线给落空 然后再打一波 这个拉扯 好 小鬼打了一个 跳窗 直接打了一波 应该是通过脚步伸的一个判断 直接拉到窗口 打了一波 这个时候不能急了 还是要通过投射物 这场比赛 其实要做这个防射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快跑 小白 我打了一个 秒了一个 赶紧走 两个人的话 都是一个大残 得打一个包 这个时候天霸 会不会摸进来 非常有可能 就挺吃力的 看到实际上的站位 但是也带不住 对方的 小北 起头 还有 头领个屁股 打了不可欠 直接瞬间 是把天霸给灭掉 目前 现在只有场上的 天霸30小队 与17的私人满边 要开始一波 打动 哎 这个timing 刚才说不敢进呢 但是这个timing 这是什么timing 这是 没有过来了 小北 实际上我架了一万年 你看一下 现出这个信息 知不知道 小北好像还不太清楚 李树这个点位 李树这是一个特业 打了一波 是的 那这个大仓 被天霸拿下之后 其实外边的 实际的两个人就 可能真的要 耗到梅花庄 对 还是 看一看吧 看一看天霸的选择吧 其实主动拳还是在天霸 被闪了 被蛮闪 看到了 哇 那这个机会就很渺茫了呀 太难了 这个对方有投注物 这没办法招架呀 集体冒险过来清 子弹也不过了 蓝圈已经过来了 好 要直接冲过来收分 是的 那这样的话 勾起了天霸 拿下今天第五场比赛的胜利 单局七个淘汰 真的很稳 天霸 天霸这局其实 曲面有点不太乐观 但是